你知道唐三浩天锤的八个魂环吗? 唐三浩天锤的第一魂环来自十万泰坦巨猿 被比比东重伤后自愿陷阱 被唐三捡漏 得到两个魂技 魂技一泰坦之锤强弓之计 威力甚至超越了大须弥锤 魂技二大帝之力 控制大帝的力量为自己所用 浩天锤第二魂环来自五万年以上的魔灵路 附带一个魂技旋风狂舞 魂环技能砖破力量型魂师 海神九考结束后 所有魂环年限提升五万年 因此该魂环后期晋升为十万年魂环 浩天锤第三魂环来自五万年以上的重甲重王 附带一个魂技定力之魄 魂技技能无视一切物理防御 类似于比比东的第六魂技永恒之创无视一切防御 唐三浩天锤第五魂环来自五万年的人面珠黄 使用八珠魂骨吸收了人面珠黄的能量后 八珠魂骨再一次进化成金色 也是第一块变成神级的魂骨 浩天锤第六七八个魂环 来自九万九千年的千军以皇三兄弟 魂环颜色黑里透红 卦王唐三此时半神之体一次把所有挂全开了 强行同时吸收三个十万年魂环 吸收完后突破到九十六级 成为第一个同时吸收三个十万年魂环的人 第六魂技大帝狂斩破一切防御 第七魂技气魂真身 所有浩天锤魂技增幅1000%不限使用三小时 第八魂技千军壁垒可防御封号斗罗 第九魂技十次攻击